喜悦适用360告诉你,格鲁吉亚试管婴儿生殖道与生殖腺感染是影响男女生育健康的重要问题,不仅可能导致一系列不适症状,还可能引发不孕不育,公外孕,慢性盆腔炎等严重后果,了解其病因症状与防治策略,对于及时发现并有效应对这类感染至关重要。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格鲁吉亚试管婴儿生殖道和生殖腺的基本概念。 生殖道是指与生殖活动相关的器官和组织,包括男性的尿道、前列腺、筋囊等,以及女性的阴道、子宫、疏卵管等。 生殖腺则则是产生生殖细胞的器官,男性的生殖腺是膏丸,女性的生殖腺是卵巢。 1. 病因叹息 1. 细菌感染 格鲁吉亚试管婴儿最常见的是细菌性引导病,令病、梅毒、盆腔炎等。 主要由格兰式阴性菌,如大肠杆菌。 支援体、医元体和格兰式阳性菌,如链球菌、葡萄球菌引起。 2. 真菌感染 以念珠菌性阴导炎最为典型,由念珠菌过度增值引发。 3. 病毒感染 如人乳头流病毒HPV、单纯泡枕病毒HSV、聚细胞病毒CMV等,可引起生质汽油、泡枕、宫颈病变等。 4. 寄生虫感染 格鲁吉亚氏管婴儿如阴道毛低虫感染,可导致低虫性阴道炎。 5. 其他 性传播疾病STDS免疫功能低下。 卫生习惯不良、性生活不洁、滥用抗生素、激素水平波动等也是诱发感染的重要因素。 2. 症状识别 女性 外婴部症状 格鲁吉亚氏管婴儿臊痒 灼热、红肿、疼痛、分泌物异常、增多、异味颜色改变等。 阴道症状 白带增多、颜色异常、黄色 绿色 泡沫状、豆腐渣养、性胶痛、阴道干涩等。 狠腔症状 下腹部或腰底部疼痛 痛筋 预筋部条 下坠改 尿贫尿及尿痛 性胶痛 不孕等 男性 尿道症状 格鲁吉亚氏管婴儿 尿皮尿及尿痛 尿道口分泌物 尿道口红肿 尿道烧灼感 排尿困难等 生殖器症状 包皮红肿 龟头疼痛 冠状勾溃疡 阴筋泡疹 阴筋头油 阴囊湿疹等 全身症状 发热 乏力 食欲减退 体重下降等 3. 防治策略 1. 早期诊断 格鲁吉亚氏管婴儿 出现相关症状时 因及时就诊 进行阴道分泌物图片 细菌培养 PCR检测 血清血检查等 明确感染类型 与病原体 2. 规范治疗 严格按照医生处方 使用抗生素 抗真菌药 抗病毒药等 完成疗程 不得擅自停药 对于复杂 难治性感染 可能需要联合用药 或延长治疗时间 3. 性伴侣同志 对于性传播疾病引发的感染 性伴侣应同时接受检查与治疗 避免交叉感染或重复感染 4. 个人卫生 格鲁吉亚试管婴儿 保持生殖器 清洁干燥 避免使用刺激性强的洗液 勤怀内裤 选择棉质透气内裤 性生活前后 清洗外因 使用安全套 预防性传播疾病 5. 健康生活方式 保持充足睡眠 合理饮食 增强免疫力 避免不节性行为 减少性伴侣数量 定期进行复科或难科检查 尤其是有性生活史的女性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宫颈癌筛查 6. 预防接种 格鲁吉亚试管婴儿 接种HPV疫苗 预防宫颈癌 即生殖器游 对于易感人群 可考虑接种HSV疫苗 喜悦适用360建议 生殖到与生殖线感染 是影响男女生育健康的常见问题 及时识别病因与症状 采取规范的防治策略 对于维护生殖健康 预防不孕不育 具有重要意义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加强个人卫生 定期体检 接种相关疫苗 是预防生殖到与生殖线感染的 有效手段 一旦出现相关症状 因及时就医 切勿会及记忆 延误治疗